自古中国男人都有小姨子情节吗? 对于男女官之间的关系,除了妻子,中国男人还对小姨子有战有欲,有肉体上的,有精神上的,这是中国男人的特色之一。 但是小姨子的娇容嵌茂可以站着看,可以睡着想,却是绝不能动的。 有无数例子证明,大凡动了小姨子,男人们大多没什么好下场。 中国男人的小姨子情节是有来历的,四千多年前,姚建顺德才兼备,为人正直,办事公道,刻苦耐劳,深得人心,便把两个女儿俄皇,女婴嫁给顺为妻。 经过三年考察后,姚打地位传给了顺,民间有传脚,七十三岁时,传位于妻子丹珠,顺和九个内眼发动了政变,一击得手,囚寄了姚和丹珠,顺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地位,顺志得意满,江山每人一手进来。 然而,冥冥中四有定数,数十年后,顺却重复了姚的命运,与顺有杀父之仇的羽篡位,将顺流放到极南的苍武之野,广西,死后葬在湖南九一山,鹅黄,女婴一路寻觅到九一山,天苍苍,眼茫茫,瞻前顾后,赶怀绅士,不禁泪下如雨,点点滴滴,渗进了竹子的肌里。 其反动人的香妃班族就此诞生,顺地动了小姨子,结果最后失跑也,他可能是中国第一个,因为动了小姨子而遭恶运的倒霉蛋。 若说顺动了小姨子,那是因为存在复杂的政治环境,那么李玉把小姨子弄到手,那就是纯粹的赤柔柔勾引小姨子了。 中国史上第一财子皇帝李玉,李后主的皇后,因娘家姓周而名为周后,周后有大小之分,大周后名强,小字与俄皇,小周后名为,两姐妹都是前唐美女。 关于大周后,南唐书宰,后主招会周后,通书时,善歌舞,由功奉削琵琶,唐朝圣时,霓裳武依曲为宫廷的最大歌舞乐章,乱离之后,绝不复传, 后大周后的德残谱,以琵琶奏之,于是开元天宝之余音妇传于是,李玉娶了他,正是才子佩家人,人有悲欢离合,欲有殷勤圆缺,事事多难料,有一年,在七夕夜间,周后多饮了几杯酒,幼稚了粮,忽然生起病外,而且久之不欲,李玉十分着急,照周后的家属入宫行事, 周后的父母携带次女周薇,入宫问候,周后留家人在宫中多住数日,待自己病愈后再回去,然由于周父母因家事繁荣,不能不回去,就留下正是破瓜年纪的妹妹周薇,在内观服侍姐姐。 小周薇后比俄皇小十四岁,当年李玉与俄皇结婚时,小周薇年仅五岁,随着时光的流逝,当年混沌未开的小女孩,已出落成十五岁的俄罗少女,小周薇千生活泼,美丽可爱,酷似出落宫时的俄皇,只是她比俄皇更年轻,更活泼。 这天中午,午睡之后,由于老婆有病在身,不便赴慈谈情调情,李玉百般无聊,便想去探望探望小姨子周薇,来到门口,室内一片寂静,原来周薇午睡未醒,她悄悄掀起竹帘相礼观看,周薇身夺睡衣躺在绣榻上,睡衣薄于蝉翼,刚刚发育的初女挺拔的玉主双风若隐若些, 那罪人的曲线,随着说女均匀的呼吸慢慢起伏,浓密,乌黑的袖发散布在锦床上,发出均匀的呼吸声,少女特有的体香一缕缕的传来,李玉看得口水流了满地,如痴如醉,血脉崩张,更想进前看个真切,嗅个满足,便先怜而尽,却不料碰响了诸所,周围梦然惊醒, 扭头一看,李玉正尴尬地站在门口,李玉只好硬着头皮走向前去,说道,本想看看小妹过得可好,不料惊动了小妹的好梦,真是抱歉之至,周薇连忙起来走下床向前失了一礼,说道,不知姐夫光临,请恕小妹未曾赢嫁之罪,周薇向前一滴腰,睡衣稍微分开向后滑动, 他血白柔嫩的苏兄,大半都暴露在李玉眼前,李玉顿时血往脑袋上梦涌,目瞪口呆 虽然大招后貌美多才,但看多了也会产生审美疲劳,再说男人大夺天性喜新厌旧,经过几次敌进我退,敌注我找,敌皮我打,敌退我追着来回,李玉在老婆重病在身期间,把小姨给弄到了, 这不太道德了,后来有些被冷弱的飞瓶借着探问周厚疾病的明目,把李玉写给周薇两却词作为证据,将李玉与周薇的私情一起告知周厚, 开始鹅黄对于飞瓶拿来的两却词,游字不狠相信,清纯的妹妹,怎么会背着自己与妹夫私情呢? 后来,她见到了妹妹,说是已被姐夫接来多事,几次来看姐姐,都碰伤姐姐在昏睡,听到这里,鹅黄什么都明白了, 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,没有再与妹妹交谈,就在鹅黄病情日中,最需要李玉陪伴的时候,风流成性的她却对鹅黄的妹妹产生了恋情,并很快发展到贫贫优惠, 这深深刺痛了鹅黄的心,周厚经此一气,怀着深深的注意,疾病欲加重,不上数日,竟自撒手陈寰,不过,这样死去还算命好, 鹅黄死后一年,与李玉迎娶小舟后,结婚第二年,周薇终于成为正式的国后,史称小舟后, 西施南唐内外交困,公元975年,北宋向南唐发动了全面进攻,李玉降颂,南唐亡国,李玉并没有为国捐躯,为了小姨子,纵然江山都没了也无所谓, 情种啊,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情种,可是恶瘾就快来了 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,是个又黑又肥的胖子,气味称帝后,哪会放过生的花容月梦,每次冠绝天下的小舟后,结果可想而知,他把小舟后也弄去睡了, 这彻底李玉给激怒了,是可忍,孰不可忍,他看着日渐老去的自己,想起自己曾经的帝王才子风花雪月的生活, 又想起自己成为王国奴之后屈辱的生活,想到自己的国家,想到自己的德子民, 想到因自己而受辱的小舟后,想到自己的家山故国,早已物是人非,巨大的失落感,就使得他心力交瘁,无穷无尽的仇恨, 就像泛着春潮的大江流水,在他的胸膛里翻滚西档,触动惆怅,胸中的悲感,一提倾泻出来,那些痛苦的快乐的记忆会到一起, 他终于用一手刺刀,出了自己无限的心酸和一生的愁绪,由此也诞生了此史上最感人,成就也最高的千古绝唱,愚昧人。 春花秋月何时了,往事之多少,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,刁兰玉气应有在, 只是朱颜改,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亦将春水向东流。 没几日,胖子赵光义找个借口,把李玉给杀了,当然,这是令人鄙视的, 所以老赵家后来也招了报应,妻子孙后代的妻女,被金人掳去杀的杀,尖得捡。 李玉动了小姨子,最后把锅给亡了,自己也做得个凄惨下场,时间流淌, 姐夫和小姨子的故事仍在继续延续着。